那我今天來談談什麼呢 那其實想要跟他們來談談說 關於P數創作還有人生哲理這樣一個內容 那這樣一個主題可能聽起來有點深奧 但是也希望透過對話的內容 可以讓大家有所收穫以及感受 那首先想要來談一下就是許智芳老師 那許智芳老師其實跟杜曉月的淵源非常深啊 因為我們第一檔的杜曉月異文啊 其實就是邀請智芳老師來做他一個展出 那展出的時候是展出《風浪泥土》 然後接著在2018年也在《風浪泥土》開幕的時候啊 我們再次立邀就是智芳老師來展出這樣的一個歲月榮光 那我記得在專訪的過程當中啊 當時有訪問到許智芳老師 他當時有談到一句話讓我特別的印象深刻 他特別談到說 書法是一種高度的實踐態度 那書法具備了各個時代的面向啊 那也展現出文化特質的書體美學 那除了造型之外啊 也呈現出這樣藝術家的情思與內在修為 所以接下來想要請智芳老師來跟大家分享一下 透過書法創作 你如何去展現自己的人生哲學與價值觀呢 好 那 好 各位嘉賓大家好 那我很榮幸受邀 來這張座談位 那當然感謝其實那個洪泥總監喔 那其實他給我一些機會跟我們 那簡單分享我們一個經歷 我會寫字 就是有開始因為跟信仰上面 還沒有阿倫這個就會有關係 所以因為信仰會有開始 讓我們建立一個新的一個起點 那我後來應該從這個 那我從我的這個規劃 應該是說啟程轉 那我的起點就是很 就是從這個當地 跟信仰有點結合在一起 那因為透過寫字我覺得有種 怕死感 然後我們不斷的在進步 那其實我很感謝每個歷程 因為每個歷程 我覺得都不是偶然 那因為藉由一些不斷的刺激跟磨練 所以開始產生另外一個接觸 好 那階層是什麼 就是一個傳承 那我從傳承 從有學校的成片 包含產業的連結 然後轉變是什麼 因為你從別人經歷去 開始探索自己 然後因為其實寫字的很多 可是我如果看到自己 從藝術家的姿態怎麼樣看到 我自己從藝術創作的一個歷程 或是一個藉件 我開始從別的一個領域開始跨越 所以開始轉變 從西方的一個觀念 然後因為其實 繪畫裡面有 引西路舟 引用西方的概念 然後去全是綜合的東西 那所以其實我開始 借用別人的一些經驗 故而被談 包含著自己的 能夠去加一個元素 然後所以我開始慢慢 嘗試了很多的轉換 然後最後 怎麼樣去把自己領居起來 那其實 我的書法很簡單 就是其實從我的 可能基本的 傳遞草情 可是怎樣轉化到我的思維 可能轉化到我的創作的形式 那其實最後的整合是什麼 思想 信仰力量 然後呢 人 要跟人學習 要跟事學習 那因為你沒有思想 你沒有想法 你沒有辦法去 去開動你的創造 那所以其實很簡單 我覺得 在 有個法要經的精神裡面 那我 有談到 無限的創造 無限的 一個潛力 那可是透過一個 實踐 我覺得那個是一個高度的實踐 那實踐的歷程 因為你會看到很多失敗的事情 那你很多失敗的經驗 你會看到 你不會去修正 那所以其實 我覺得人生很簡單 就是不斷的 從 失敗去找界定 那從別人的成功 別人失敗去找到一個 一個例子 去壯大的事情 那想要問一下 也就是說 那你在創作的過程當中 為什麼會特別想要挑選 這些特別平凡的 花花草草來做創作呢 請來幫我分享 為什麼呢 因為從小 我這個是很內心 不要想那些過去 現在講現在 從小這個是很喜歡的 其實這環境 也是有一點 心裡想要去學的 也是說 環境上的關係 真的到了 開始有性難的時候 這個興趣 我很感謝我來參加創作學會 讓我提起我那個 好久就想要請發自來的潛能 就這樣發揮自來 其實對於畫畫來講 對我是真的很挑戰 因為有專家 所以我每天3點就起床 一定固定唱一小時的題目 才有到市場做生理 已經到現在都保持這個 這樣的習慣 可是做生理以後 你看還有空 有些時候過年過節沒有辦法 後來老師讓那個 男娘女士 男娘女士隨便的女士長 我說那你來 我說可以嗎 我才剛出學 我說我又不知道畫什麼 老師說那你喜歡什麼畫 就去畫什麼畫 我說我最喜歡的就是白盒畫 結果我到次找白盒畫 說到次找白盒好好笑 結果我畫了第九章 第九章我老師聽到我 第九章才去教 他說我會給你 我說我哪有這麼年輕 我哪一地 哪一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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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哪一地畫 就是紅天魔人 這張也是一樣 那個 那個手給我的時候 什麼樣的 要展覽 那時候我講的 欸 那個地方這個 座裡我來過 我以前那個舊的座品 恐怕不夠 我這心裡上課一直在請求 也應該有新的座品出來 然後我就去買 用那個師傅來 我越看越喜歡他 我就把他這樣寫生起來 因為我的座品 非常會畫那個不起眼的東西 因為就像以前 我的自己的人生 因為我自己自身自立的 自己長大 沒有人關心我 像路邊的草一樣 就是你看 風吹一打 他還是 他走 他還是會 你是 先生講過 他的根還是躲在土裡 他還會慢慢再花牙 再長出漂亮的花 那就 我是我也是默默的 現在我們還是在開花 也是人生的一個過程 所以 我認為 那些不起眼的東西 但是在我的心中 我就是感到很美 因為不一定說 像那個牡丹 還是玫瑰 他們有人照顧 有人去客戶 他去保護他 他也不要自身自立 他自己就很快樂 他走 他是還會再花牙 再會長出漂亮的花 這就是 我跟我以前那個 黃靖恆相像 所以我認為 人家不要的 我愛你的關係 只有一個人去愛他 就是這樣吧 把他上車子來 那也透過他的分享當中 也可以感受到他真的 他從自己很不 很平凡的人生去創造 這樣一個很不平凡的 這樣一個偉大 所以 真的是大家可以把握 這一次的這樣一個展覽 那這次展規是從 11月18到 2月16號 那就在杜小玉的提花店 那接著想要問一下 就是志芳老師 那志芳老師 其實在上一次 我們的展覽 歲月榮光當中 其實 其實有談到說 有特別談到說 透過書法的書寫啊 寫下自己的歲月榮光 那想跟志芳老師 詢問一下 就是說 如何去創造 自己的人生的歲月榮光呢 那簡單來說 就是如何去創造 自己的最高價值 那請志芳老師 幫我們分享一下 好 我現在在座房 因為其實 每個人都會創造自己的價值 那 我覺得只是比較幸運說 我可能利用書法 書寫線條去 去開動我自己 然後去找到自己的位置 那我覺得這個是很幸福的一件事情 那因為剛剛美芳阿姨講就是說 其實我覺得他剛剛聽到最後很感動是 嗯 就像我在藝術學校畢業的 可是我畢業了 這麼多年的光景 那可是 現在持續創作 一般裡面大概 不超過我 那可是美芳阿姨 創作20 那他不是本科系 那他評審能走那麼久 那評審的是他對藝術的熱號 對生命的一種探求 那我覺得這是一個非常不容易的價值 好 那我覺得很多年輕人 有他的一個熱度和懷度 可是大概就能持續到多久 那所以其實 花瓣及任何班上排名 那就是什麼 那就是他生命的本質 一種 我覺得草根性 那所以其實 這個草根性其實 會讓人家覺得 挺長 欸 久久 你又覺得他很貼近 那所以其實美芳阿姨 他有時候畫畫會 跟植物對話 你會跟他講話 那講話就像我們跟 我們在學活動 我們有對話這樣 那我覺得他會讓我們生命 讓很多思考力都在裡面 那所以其實 很多東西 榮光在哪邊 其實榮光在於 黑暗 黑暗來講 你沒有很深層的 可是你也有很多 很多歷程是辛苦的 可是結果這樣辛苦 那 你看20年所以他走過 那我覺得我們是彼此這樣的一個 一個歷程 去前進 好 只要我要喊齊 那 他的滋養在於泥土 那齊 所以後來我跟 我希望我們總結 因為開始的 一個這樣的歷程 我們從 風亡霓舞開始彈 然後風亡霓舞 我們是低躺展覽 後來到這邊的 融光歲月 那我覺得 這個 歲月在哪邊 我覺得都是一個 開墾的一個 歷程 那其實 這個後度我覺得 一個養分 來自於 精神 來自於更多 很多 我覺得 人的資源 那並不是 你能促成 只是說我覺得 在自己的一面 怎麼樣去引導 這樣子 放到這樣的 價值跟榮光 那在於 你自己 所以其實很多東西 需要一個歷程 很多東西需要一個 的借鏡 那其實 很多東西在實踐國中 當中去實驗 實驗會失敗 那失敗成功之母 可是 大家都害怕失敗 可是我喜歡擁抱失敗 我喜歡擁抱失敗的經歷 那所以讓我創造 不平凡的 一個 價值 那所以其實 很多東西我覺得 都有一些借鏡 那 那我只是比較幸運 遇到 遇到 挫折 遇到 遇到 好的信仰 然後把我先引到 更多 我覺得 散之性 對這散之性 讓你看到很多的 開心 還有很多人 有聯繫 那這就是我 我在 創作上面 的一個 過程的想法 那接下來想要跟 苗阿姨詢問一下 就是我想要替在場所有的 年輕朋友信念部 來問一下 就是阿姨可以堅持畫畫20年 大家知道20年是一個很長的時間 那什麼樣的動力啊 什麼樣的原因讓阿姨可以堅持20年這麼久呢 然後可以 也可以鼓勵一下我們在場這麼多的年輕朋友 那如果他去找到自己的興趣 然後也可以堅持 來去堅持下去 那我請來幫我分享 謝謝 其實喔 分享 真的是 剛才西老師講的 是武器 真的有 來當中間學會 真的學得很多 像我們是 外航便那一行 現在 就是 隨會回憶的啊 對 像我 我當時會堅持 我們先生講過啊 要堅持 有愛忍耐 有 遺忘忍耐 就是有忍耐 要堅持下去 前進 還有勇氣 衝出氣 所以 一直想先生做這件事 有些時候 像那一天 那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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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剛畫好了 他要再完成啊 沒問題 那個電話一來 砰 完蛋啦 我再重新畫 你知道 要生氣 可是不能生氣 就是重新再畫 到了 一張那一張 就畫二十天啊 因為那個葉子 硬化硬化 我們這裡 我們同學 那時候也是老師 那裡 壓在一口 拿到一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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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就慢慢的來 可是我一直想說 既然要畫它 就要堅持下去 因為我感覺到 我們先生的指導 很多都給我很大的鼓勵 因為像 有問題的時候 我們要去問誰 所以 我們不是說 我們是很努力 不是我們是很厲害 如果沒有努力 什麼都不用說 如果堅持下去 神社講的 就會有出 找到自己的目標 所以像錫老師 講過 你看 當然是堅持過來 我們都是 今天有了新人 就給我們來勇氣 我們就創到底 現在 也是要繼續創下去 可是 差點多 就是沒有壓力 壓力的畫畫 沒有壓力的 其實 真的講 以前真的好累好累 真的在累的時候 回到家看到作品 人心都亮起 有時候都畫到天亮 沒有睡覺 馬上去做生意 我說 感覺到老師 常見說 隨意識的人好像很小 我說 你是 我沒有 我都很認真 因為那種感覺 不會講 晚上睡覺的時候 我會一直在思考 我要去找什麼 就是 到這 人家在看什麼 看什麼 我就不會拍好 我只會到邊上邊去看一下喜歡的東西 我就說 好 那下次我就來畫 我就這樣 就跟他會講話 我接著 每一張我的歌唱講過話 只是 秘密不能說出來 謝謝大家 那今天就是 也透過他們兩個的這樣一個分享 我相信大家一定是意有為己 那也透過他們的分享 可以感受到他們 在低處創作的過程當中 其實也展現他們的人生太多 還有人生觀這樣的理念 那也希望透過他們的分享 也可以讓 在場的所有的朋友們 都有手收穫 那如同這次美華阿姨展出的這樣一個作品 它其實大家可以看到 都是花花草草的系列 那這些都是阿姨 她透過她一筆畫的這樣一個線條 去把它描繪出來 那也透過她自身 去實踐這樣一個信仰以及哲學 還有照顧在場每位這樣一個紀念簿 讓自她的彼此生命 都可以綻放出美麗的花朵 那這樣的心境 也充分去展現阿姨如蓮花在水的人生 那最後阿想要引用一段 國際衝浪學會 時間大作先生的一段話 她談到 每一個人心中阿都有一朵 不畏黃蜂暴雨 堅強明朗的野花 那野花強勁的心阿 可說就是人生的勇氣阿 那人生是一場又一場的奮戰 那不管過程如何阿 最後一定會開放 就是綻放出幸福的花朵 就跟阿現在的狀態 就是她經過了這樣這麼多的 經歷人洗禮之後阿 她現在就是綻放出最美的這樣一個幸福之花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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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